这是花椒吧 大姐 藤椒是谁 藤椒啊 这就是藤椒 大名鼎鼎的 我经常在各种川菜菜谱上看到 我们家做菜的米酒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藤椒做出来的 跟花椒做出来的就不一样 田大哥之所以能在湖边 众多餐馆中占得一席之地 靠的就是这种略带清香的调料 藤椒属于青花椒分支下的优秀品种 不同于花椒的强刺激性 藤椒的麻来得更加温柔一些 让人着迷不已 不过想要获取它却没那么容易 哎呦 怎么扎着 有刺 哪有刺 我都没看到是哪 叶后面 叶子后边也有刺 我们摘着你家的手都多么小心 只能粘一点点叶子 还不扎手 手不要去碰这个花椒 一碰它油包坏了 这花椒就坏了 您刚刚说油包是什么 油包的是藤椒的果子 它皮里面包成一层油 我这里头还是外边 里面 外边那层皮一碰就坏了 一碰就坏了 它油就漏了 好香哦 这个藤椒的味道 你看你手上 我看我手上是哪 它有油啊 是不是 对 我只是刚刚轻轻拿了一颗而已 对对对 上面就有油了 那个手不能粘这个 只能把椰子剪掉 接着 对对对对 走吧 田大姐告诉我们 剪下藤椒枝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要对枝干进行修饰 才能得到完整的藤椒 大姐 一般我们这个处理藤椒的话 下一步要做什么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 骨子把它剪下来 我看您把这个叶子和藤椒 这个小的剪下来 是这样的对吧 就是 您知道我大学的时候 这个大学学校里头 食堂有一道菜叫 新派水煮鱼 我至今回味无求 然后今天我才知道 可能就是藤椒 给它带来的 跟其他水煮鱼 不一样的味道 我不知道在三台 能不能再找回大学 吃到的那个 藤椒水煮鱼的味儿 问 八岁